妈妈 咱们是到家了 是的 祖国母亲 我们回来了 孟小姐 请问您未婚先孕 逃到国外 是因为私生活太混乱 找不到孩子亲生父亲是谁吗 孟小姐 孟董事长的遗嘱 说要求你必须结婚生子 才能继承梦见 所以说你是为了继承梦见 才生下这个私生子的 是吗 请问您对于为继承家族 而生的私生子有什么看法 阿姨 我还只是个孩子 还有阿姨 你有口臭 姐姐 我说你怎么出国五年 都没有和家里人联系啊 虽然你私生活混乱 败坏孟家名声 还把父亲气病了 但是 这位家里人 永远都会原谅你的呀 姐姐 去 我有爹地的 我爹地和妈咪感情很好 然后生下我 不知道为什么 医药造谣我是私生子 我明明只是个孩子 那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而且姐姐也没有结婚 对 姐姐有结婚的 小宝也不是私生子 对不起啊 姐姐 我不是故意这样说的 妹妹 我确实已经结婚了 小宝呢 也是我明正言顺 生下来的 至于孟家 本来就是我母亲的 我继承有什么问题吗 还是 妹妹你想侵占 我母亲的遗产呢 姐姐为什么这么看重我 那明天 是父亲的生意啊 对 姐姐可以带姐夫一起来 姐姐该不会 是在骗你 当然可以 怎么办啊 上哪给你找爹去 放心 妈咪绝对不会让你 成为私生子的 那你为什么不和他们说 我爹地在国外 回不来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娘是指望不上了 上哪去啊 找爹 我在施工现场呢 不用来接我了 我自己回去 嗯 有声 姐 老婆要不要 买一送一哦 嘿嘿 小宝 孟瑶 小宝 孟瑶 先生 完了 傻了 傻了 好故哟 有道理啊 刚刚听你叫我的名字 你认识我啊 孟家大小姐 谁不认识 既然你认识我 我们也算有缘分 相逢即是有缘 要不 选择个婚 啊 放心 不白结 我一个月给你两万 还带五险迎金作命 别弄地抢 多了 这长相值得了 怎么样 考虑一下 你要和我结婚 你愿意啊 那算了 好 那我就当你同意入坠了 入坠 唉 好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孟家的人了 好好准备一下 明天带你出席孟家宴会 记住 小宝就是你的亲儿子 咬死这点 小宝呢 小宝 你到哪里了 我刚结了婚 我们所有人都在等你 你快点啊 我马上就到 唉 你去哪儿啊 记住明天宴会啊 有事联系我 唉呦 我的小宝啊 还是那么冒失 唉 我哪有你联系方式啊 家主 属下来迟 你怎么知道我结婚了 结婚 我问这个了吗 而且 还是跟我一直暗恋的人 家主在和我说话吗 这有别的吗 真的吗 属下马上去筹备婚礼 赵高天下 我得赶紧把这消息 告诉老爷 他一定很开心 婚礼先不着急筹备 爷爷 应该短时间内接受不了 怎么可能 我是入坠 那是接受不了 入坠 家主 咱家大业大的 你入坠了 七家还怎么传重接代啊 参加又没有还位要记成 可咱们是第一好门啊 家主 来 欢迎瑶瑶回国 全场我买单 手都回来了 你不是不知道 孩子爸爸是谁吗 怎么突然结婚了 小点声 我这不是为了应付梦堂吗 要不然小宝真成私生子 到时候 他再借题发挥 让董事会为难我 那 小宝的爸爸到底是谁 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中了圈套 整个人昏昏沉沉的 没看清那人的脸 算了 不提了 对了 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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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在这里工作吧 挣钱吗 无计你想的那样 我懂 放心 以后跟着我 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 这工作就死了吧 过两天收拾收拾 直接搬家里来 以后专心带孩子休息 我养你 我不是 我是这儿的公司 我知道你有苦衷 我是不会嫌弃你的 记得明天 支付宝到账 一百万元 姐姐 不是说好了 带姐夫一起前来吗 姐夫呢 她等等的 爸 人回来就好 这就是小宝啊 来 快 爷爷 这小可爱 这小家伙真找人喜好 虽然没有父亲 是个私生子 但是我们孟家 是不会亏待她的 是 是 可惜这么可爱 却是个来路不明的孩子 没有办法继承我们孟家 瑶瑶 当初你要是听了我的话 嫁给我的大侄子 现在就不会连孩子的爹 是谁都不知道 不过 我们孟家总是不会亏待她 对 不能亏待我的孙子 这瑶瑶和唐童都是女的 好不容易有个男丁 还不能继承家义 那孟家的家产怎么办呀 看来 只能委屈一下我了 大哥 要不让我孩子挂到你名下吧 继承你家产 啊 继承什么 真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各位 还是这么亲密啊 应该的应该的 小宝的亲生父亲 各位就不用关心了 我们是合法夫妻 他随后就到 至于我亲爱的后妈 你那个瘸腿的侄子 她很好 是我配不上她 要不 你考虑一下孟堂妹妹吧 你 你胡说什么 那个瘸子怎么配不上你妹妹 后妈这意思 是我远远比不上孟堂妹妹啊 可我明明能力比她强 学历也比她高 只不过 就差在没有亲生母亲陪在身边 爸 后妈就是在那里喊我 有娘生没娘养呢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大哥 嫂子她只是口误 没有这个意思 那爸爸这么年轻 八姑就盼着她住世 想让表哥继承财产的事 也是误会了 老爸 你怎么可以盼我死呢 哎哥 我没有这个意思 妈咪 我总算知道你像谁了 对对 对了 我们今天不是只要来看姐夫的吗 人呢 这么久了还没有来 第一次见老丈人 这么久可不太礼貌啊 对啊 瑶瑶 女婿呢 爸爸你可长点心吧 是不是还在路上 瑶瑶 你不会骗我们吧 那为啥这么久啊 瑶瑶 你不会是为了继承家产造我们的吧 造什么样 孟家本来就是奶奶留给我妈妈的遗产 哼 小孩子说话不可以这么自私 你爷爷 为了支撑我们孟家 没有功劳 也是有苦劳的 孟家是大家的 宝宝 就是就是 大家都姓孟 要不是有我大哥 能有现在的孟家 瑶瑶 你要是没有老公了 就直接说 还是 还是说 姐夫实在太丑了 不敢见人 不好意思啊各位 我来晚了 不好意思啊各位 我来晚了 要真不好意思啊 还会来晚 来了就好 先坐下 怎么来得这么晚 不是跟你发过时间了吗 你不是跟我说七点来吗 我还提前半小时了 发错了 小年轻一来就捏捏歪歪的 那像咱们那会儿啊 牵的手啊 还不好意思呢 孟姚女婿 你做什么工作的 在哪上班啊 有车有房吗 有无险一惊呢 你好 我在自家企业 骑士集团上班 担任总裁 有车有房 哼 小伙子 我们对家事没有要求 不要自卑 对 你要是没有工作啊 给你安排到 我儿子手底下干活 工作稳定 还轻松 八姑 我表哥那保安的工作 还是我爸给安排的吧 有来有往嘛 我真的是骑士集团的总裁 齐叶 红年同性的很多 我 好 我们相信 正都灵了 还能理咋的 镇住 没事 我们会给瑶瑶多准备些嫁妆的 只要你嫁出去 孟姚家财产就跟你没有关 关系了 那可不行 这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哪能浪费我们孟家的钱 那钱以后啊 可都是我儿子的 这位后妈和八姑 我的财产就不用你们操心了 齐叶 同意入坠 入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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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别的不可能 小叶能主动的结婚 我宁愿相信 喝废水都可以喝了 家主真的结婚了 他亲口告诉我的 而且还是当赘婶 赘婶啊老爷 生个孩子都要跟着别人性 我不行 真的 你见过他的结婚对象 嗯 见过结婚症了 嗯 那不就得了 就他那脾气 还给人当追逐 狗都嫌弃 我让他当个家主 把他委屈得不得了 自从减肥成功以后 他的性子更傲了 是真的呀老爷 再不阻止 就来不及了 嗯 老爷 再不阻止 就来不及了 嗯 哈哈哈哈 我真的不相信 小叶当赘婶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我今天听到的 最可笑的一个笑话 你真是越来越幽默了 越来越幽默了 哈哈哈哈 这是孟家赘婶 五百条家规 你确定入坠 不是三百条吗 听说哥 就是你当年钻了孟家漏洞 所以我在里面 加了两百条 不确定 小伙子 你不要着急下定论 嫁到别人家呀 是要瘦一辈子委屈的 而且还有五百条家规 你要好好考虑 对啊 而且男的入坠很丢人的 还会让家族黄秀 爷爷 妇婆说你嫁给我奶奶丢人 给家族黄秀 老爸 没想到 你一直这么看我 哥 你不一样 你那是因为生爱嫂的 而她 爱无虚荣 八姑 我也喜欢瑶瑶很多年了 从小就喜欢她 我们从高中就开始互相喜欢了 只是没有宣知语口 没想到你早就知道 早知道 我应该早点鼓起勇气 这样 我们就不会错过那么多年了 这是造什么年 在哪儿 都没吃狗粮 我要去花园了 我也去 爸 小虎 戏不错呀 我刚还没想好怎么圆谎 没想到你自己立了暗恋人设 不是 是真的 我真的喜欢你 好久好久了 好好好 就这样保持 不管谁来都这么说 我 我 太惊艳了 让你干嘛 家规说了 按摩要专心 要不算了吧 怎么可以 梦是家规必须遵守 必须遵守 梦家准序必备三条 夫公 夫容 夫德 请这位爹地付说一下 夫公 夫容 夫德 孟家家规 第一百九十九条 要 做好一切 家务准备 孟家家规第二百条 不限制老婆的自由 听老婆讲的美 美 笨 下一条 肩膀打开 哎呀你呀 齐燕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我会补偿你的 这么快吗 这是 这是零得的 给你奖金 姐姐可真是 闲情益智呀 当然了 没办法兼顾家庭和公司 怎么当孟家的掌权人啊 可是姐姐 不务正业这么久 突然间回来 姐姐这么重的担子 会被压垮吧 再重的担子 我和她一起考虑 就凭你这个废物 你 你 你 再说这么没有家教的话 我不介意替父亲管教你 不走时还想挨打吗 你给我等着 你给我等着 妈 这次孟阳回来 我怎么感觉不简单 还有奇异 让人感觉特别危险 怕什么 当年呢 我能争到老的 现在呀 我自然有办法 对付小 至于那个奇异 自然有人收拾的 开门 开门啊 八姑 怎么了 这都几点了 太阳都晒屁股了 你这么懒 以后怎么伺候好我们家瑶瑶 天不是还没亮吗 那又怎么 这一大家子 可全都靠着你呢 这一次就算了啊 以后每天都要这个点起来 准备全家的早餐 知道了吗 不是有阿姨吗 俗话说 早起三光 晚起三晃 这早起 是我们孟家的规矩 不是事事都能靠阿姨 我看你不知哪 八姑说 早起三光 晚起三荒 是孟家的规矩 所以 就把大家都叫醒了 哇 我就知道 像瑶瑶这么好的女孩子 背后一定有一个很优秀的家庭 以后我会准时将大家调整 不要 为什么 这么好的传统 我觉得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老爸 咱家 啥时候有这个规矩 我不是为了瑶瑶好吗 我姐姐呢 对呀 她怎么不在呀 瑶瑶不喜欢早起 我就没叫她 我宣布 正式废除早起这个家规 现在 回家睡觉 早起不好吗 小心 当孟家坠绪 最重要的 就是要勤快 你现在把这里打扫干净 让我带好小宝 接着 去九公里以外的超市 买瓶酱 年轻人 就是懒 人类从石器时代 就会使用工具了 都这么多年了 八姑婆 你还只会 阿爸阿爸 我这是 锻炼你爸的动手能力 对了 根据孟家的家规 三公里以内不行 十公里以外 才可以乘坐公共交通 所以只能 委屈你不行去了 哎呀 你就别再为难小业了 妈 姐夫这么爱姐姐 肯定愿意为了她 上刀山 下火海 这点路算什么 她对我的爱 不是你们拿来算计的工具 昨天给你教训还不够是吗 八姑 你收拾一下 这点事 你也不想惊动父亲 对吧 至于你们俩 就安分地享受着最后的安逸时光吧 不然 我怕以后没机会了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们两个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瑶瑶 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 别人都说后妈不好当 我不相信 不过现在果然 我的意思是 我会把你对我的好 一一 吻给你 当然 也包括你对我母亲所做的一切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会懂的 难道他真的查到了当年的事 不行 一定要阻止他 你都不知道反击一下吗 傻傻地被人欺负 他们是你的家人啊 往往家人伤的才是最重的 以后遇到这种事你就叫我 我保护你 知道了吗 好 妈咪 你根本不知道 他早上是怎么折腾我们的 跟我走 去哪儿啊 站住 车停在地下车库 有点钱给你们装的了 你喜欢这里的包啊 拜托 这里可是骑士集团最大的香道品牌 谁不喜欢 你喜欢我送你 这好像是我的台词吧 你知道这里包我多贵吗 该不就送了 走 啊 果然我就是个意外 小宝 你怎么跑后面去了 妈咪 你拉着老公就跑 我追得上吗 我 哎呀 这不是姐姐吗 这里的东西 可都是价值不菲啊 姐姐是来参观的吗 不是啊 我是进来上厕所的 都是一个家的 我妈咪是继承人都买不起 阿姨你就买得起吗 我是买不起 但是人家雷尚 偏要给我买 雷家 可是和第一豪门齐家 有着深度合作 我不像姐姐这么独立 都没有人帮你买 那我妈咪是比你高贵一点 还是来给男人花钱的 看来梦腾找到靠山了 我必须做两手准备了 你喜欢点什么 我送你 哟 别说了 我真的是齐家家主 齐氏集团的总裁 我没有骗你 我相信你 相信你 哎 完了 一傻傻一窝 以后这个家 只能靠我了 什么档子 不要再侮辱我的偶像 齐叶根本不是你这个样子 我见过他 真的吗 雷尚 你还见过齐总裁 嗯 他的背影 虽然只是背影 但是那宽厚的身影 让我终身难忘 根本就不是你这个样子 你这只戏狗 也配 后来瘦了一百多斤 好浪 别说了 吹的是你丢脸的是我啊 祖宗 马上来趟爱牛市 叔叔这么有钱 那买东西 一定要买特别特别贵的吧 姐姐 来给你们店 先两款鳄鱼皮 嗯 当然啦 我们家女婿的位置 你是最适合的人选 那位齐家家主白送我还不要呢 他有钱不靠谱 真的 真的 其实 我觉得你说的对 我不是 不是 配货是吧 放心 这边沙发 小洞子之类的 他全包了 我们不需要配货 只是这位先生的诚意 配得上我们的鳄鱼皮包 这些 一共一个 这鳄鱼皮 是不是有一点 特殊呀 不是我买不起啊 只是古葱皮 更有性价品 哎呦 我肚子有点痛 哦 唐唐 要不我们先走吧 这个包 下次带你买 哎呦 哎呦 雷哥哥 哎 我总是在街角 遇见熟人 哈哈 我是你隔壁家的邻居 小叶啊 好久不见 最近怎么样 还好吗 啊 小叶 小叶呀 哈哈哈哈 小叶 你耐听我啊 这夏广家 可是服侍了 齐家三代老人了 好多人都想 和他攀上关系 夏广家你好 我是齐叶的媳妇 叫我想梦就行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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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就趴了 您真客气啊 你也客气了 怎么感觉 把别和夏广家 关系不起的 客气了 要是没什么事 咱们就先走了 哎 你不是想要那个 限量款的鳄鱼皮吗 知道他家的包有多贵呀 买不起 哎哎 夫人 嗯 那个小梦啊 我们爱牛市 是不用配货的 我知道 你们最看重顾客的诚意吗 对啊 我觉得 您的诚意是很满 我们可以裸包出手 嗯 多少钱 二百九十万 打扰了 嗯 别别别 低口价 六百成交 成交 他们不想反悔吧 我赶紧先把账结了 我现在就去买单 还好还好 差点他就反悔了 应该不会 你傻笑是吗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 车 我们俩就这么跑了 孩子也不要了 小龄后的大娃 习惯就好 大叔 你等等帮我叫辆车子 道夫 谢谢 宝贝 你也太懂事了吧 你放心 天空一声巨响 老龙闪亮登场 随时随地 带你回家 大叔 你盼着我点好吧 嘿嘿嘿嘿 走 回家 看来爹地和夏管家 懂命吗 奇艳 你洗完澡没有 以后你要是不想住在孟家的话 就跟我一起去梦试 或者我们搬出去住也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 不能因为是我丈夫就对人家心怀不轨 怎么了 没事没事 我去借点水果倒点水 还害羞上了 白剪的男人就是像 不过 自从奇艳来之后 总的事情就极奇怪怪的 这么贵的包 突然就打车了 还有他跟夏管家 为什么这么少 难道 是奇艳忘奇 奇艳一来我就变得好运 睡前呢 要多补补维生素C 那 那个 刚刚你脸上有灰尘 帮你吹一下 现在没有了 我去陪小宝了 他明天上学 刚刚你嘴上也有灰尘 贵迪 谢谢 辛苦了 贵迪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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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呀 小宝 妈咪 你都快三十岁了 要学会独立 小宝 要学会独立 这样子 我在幼儿园会抬不起头的 小宝 可是你很小 从小到大 都没有离开过妈咪 小宝 你是不是也舍不得 离开妈咪去上学 就是你不好意思说 奇艳 快去跟老师请个假 怎么明天再上 我还怪你媳妇 父母总有一天要独立生活吧 小宝 我们要不就请他一天假 同老婆也要有个度 你们这样 我怎么放心读书 听话 我放学就回家 小宝 小宝 你回来 小宝 妈 我知道你舍不得 我那是舍不得他吗 我是害怕小宝想活 姐妹们 不好意思啊各位 我来晚了 你又去哪儿 这么晚 等你半天 我自发三杯 自发三杯 哎 老公的都没意思 能 这样 羊羊不会喝酒 我来替他喝 好不好 我来我来 老乔 这个生意是你和我们做 还是羊羊和我们做 当然是我做了 我喝 我喝 怕别一会儿喝趴了 那还怎么跟人谈生意啊 来来来 大家一起 来呀羊羊 宝宝喝一杯 王总您真客气 我 羊羊来 我们也喝一杯 来来来 我干了 哎 你怎么没喝呢 你养鱼呢你 羊羊 哎呀没关系 我能喝 来来来 好姐妹 咱俩干一个 不行了 我去个厕所 你们都别走啊 还没喝够呢 别走啊 等我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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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总 来敬你一杯 齐总好酒量啊 来 嗯 嗯 哇 我们接着喝 嗯 谣谣 咱俩 嗯 你怎么来了 嗯 吃 不 喝就好玩吗 不 摸个趣味 她 我的 谁让你动她呢 这是谁呀 对不起对不起 我夫人喝多了 抱歉抱歉 哦 好好好 夫人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乖乖待在家里 男人在外面会被人家欺负的 你 给我道歉 夫人 对不起 给我老公道歉 对不起 齐总 齐总 没事 我们回家 齐总 明天来公司签合同 合同 好 一个亿 成整一个亿啊 夫人 慢走 下次还有这种活动 记得叫我呀 想你的眼 我 鞋玩了 我还没玩弄呢 我 终于找到你了 你知不知道 我们还有一个孩子 我 不 你不知道 你穿上裤子就跑 你这个人渣 你知道这五年 我死不过的吗你 对 他就是人渣 这样没良心的人渣 就应该遭雷 哥哥 你好帅啊 要不要加姐姐的微信啊 怎么了 昨天我们 昨天我们 昨天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就是发生了一些夫妻之间平常的事情 比 比如 比如你过来搓我的衣服呀 把裤子扯掉 比如你抱着我 还非要我和你一起睡 停停停 我们是夫妻 这种事情应该也在婚姻的范围内了 放心 我绝对不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我马上就给你打钱 那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扯平了 那个 其实你不用一直跟着我 你可以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不想我跟着你吗 当然不是了 我的意思是我们刚刚 虽然大家都是成年人 又是合法夫妻 但有些尴尬吗这不是 我们是合法夫妻 有什么尴尬 你不喜欢我吗 哥 咱们关着门他们是不是听不见呢 你倒是把他们喊过来 你俩要腻歪就回家去 这里是公司 能不能专业点 进来 都是家里的 放心 我们公司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企业 一切公事公办 我们跟外面的家族企业不一样 那我应该怎么做 气质 展现一个高管应有的气质 然后再与你的气质 营造气势 在气势上压倒对方 然后以礼资人 这是两千万的合同 今天这个董事长当定 两千万就想当董事长 那萧冠岂不是要骑在我头上拉屎 最起码二十个亿 二十个亿 你扫不上天哪和太阳见面间 你怎么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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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项目 你就不能当董事长 你不能说什么 你怎么说 讲这些我不听话 你看你这个人 你看看你 什么样子 够了 反正我不答应 我们仨都不答应 那你就别答应了 本来也是做个行事 投票 我们四票 你们三票 爸爸昨天已经投给我了 哪来的四票 明明是平票 小宝还有一票啊 姐姐 靠这种方式得到梦事 你觉得可以扶重吗 一投票决策 本来就是公司的规定 怎么 你不扶啊 憋着吧 上哪找这二十亿啊 不是已经赢了吗 是赢了 但是他们说对了一点 我从未在公司任职 确实无法扶正 而且我也想凭借自己的实力 拿下梦事 所以 必须拿下这二十亿 把订单甩在他们脸上 哎呀 这个八贵 真是的 也不少说一点 我去哪找二十个亿啊 对了 骑士 哎 不好吧 一定要带这个轮胎吗 哪有谈生意 不带样品的 如果我这次能顺利拿下骑士 我将会成为 家喻户晓的车胎女王 走 吩咐下去 不能暴露我的身份 骑士集团 欢迎你 跟我一起念 骑士集团 欢迎你 骑士集团 欢迎你 这还挺热情的 大骑 这 想礼貌 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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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这是 为什么 大公司嘛 企业文化好 见人喜欢鞠躬 我说你为啥带我来楼梯间 在人家公司干这种事 太好吧 哦 这 有什么不好的 楼梯设计出来 不就是给人爬的吗 我想着你这不是过来谈合作 爬楼梯显得更有诚意 这样啊 骑 骑 你到底还想装多 其实你早就跟夏管家 打过招呼 对对对 说得对 但是 没想到这么顺利就新来了 有人认识果然不一样 等会儿跟我眼色先试 各位 这次冒昧前来拜访 骑士是为了推销一个产品 可以 这个产品很好 我们同意了 我还没说什么呢 我们的产品 不是放在这儿 不愧是骑士集团的高管 果然观察入微 不过你放心 我们的产品质量非常好 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介绍 这轮胎一看就耐磨 而且采用顶级的技术 简直无与伦比 这要不满 我都感觉对不起我自己 你眼光可真好 既然这样 你们打算订多少 二十亿 地需二十亿 买少了别人还以为 我们其实买不起呢 对对对 那 签合同吗 不懂事啊 不得走流程 是我不懂事啊 这些年 我为了他的婚事 一直是食不下咽 没想到 他居然瞒着我 偷偷结了婚 你怎么不告诉我 老爷 请看VCR 算了 算了 但好像少夫人还不知道家主的身份 并且家主是入坠 还是喜当爹呀 老爷 其家亲戚 都在相亲相爱的一家亲这个群里了 是吗 对呀 那不行 我也不能让他知道 我知道他结婚了 我把他逼 家人们 你们怎么知道 小叶结婚了呀 对对对 那就是我 单身多年的孙子 你跟他说什么呢 我说 我知道 他现在能有人要 已经很不错了 更何况 入坠犯法吗 现在都是新时代了 老古董 但这样小少爷也不能住在齐家了 家主可以不要 但是曾孙不能不要啊 有道理 那不行 坚决不能入坠 对 太好了 我确定我就是金商天才 你说是不是 是 我决定 做大做强 再跟骑士亲二十亿 哦不 两百一千单 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小心 不 姚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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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年轻群群就这么去了 刘香梦是一个大探子 这个怎么办呀 大姑舍不得你呀 姚姚 你怎么能忍心就这么走了呀 你的妹妹是你监管梦似的 我可怜的害死 你快回来呀 大姑 后妈 姚姚 姚姚 你八姑 你八姑舍不得你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姚姚 死了就要认命 你有事就找你后妈 后妈叫你回来的 姚姚 你还活着 这是怎么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 你还活着 齐燕 你没事吧 刚才可能没什么事 现在不一定 幸好有小叶在 不然 我都不知道 怎么跟你们交代 那你也不应该吓我们 看我们哭得多伤心 活着的时候盼着我走 死了才想起来伤心 八姑 咱能不能真诚一笔 姚姚 你八姑啊 只是担心你 这次啊 是真的吓到我们了 少去骑士吧 那地方呢 跟你八字不合 以后骑士的业务 就交给妹妹吧 我和姚姚 并没有提到我们去骑士 她怎么会知道 那我倒是要谢谢八姑 打着关心的名义 拿我消遣 而且后面 你是怎么对我的行踪 了如指掌的 姚姚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是在怀疑我吗 这些年我辛辛苦苦 为了孟家 却得出这样的结果 要不 要不死了算了 那边就可以跳 不客气 你 好了 爸 你们先回去吧 我带齐爷伴你出院 快点快点 我还是第一次坐轮椅 你快点 快走 这是爹地的轮椅 你能不能起来 我还想再玩一会儿 好好好 来 你坐 我打个电话 你俩想玩啊 你确定 这孩子 不是他小夜的 家主才结婚不到三十天 这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可我看着他 就像我们七家人一样 你再看看 他那淡定威严 成熟稳重的样子 是不是简直和我 是一个梦子可出来的 就这个孙媳妇 太贪玩了 我得考验考验他 老爷 这不太好啊 这有什么不好的 他结婚都不告诉我 我考验一下他 怎么了 那万一考验不成功怎么办 拆散 别说这么恐怖的话 行不行 你这两个字 简直是销售被退货 打过人被反攻的样子 走走走走 走走 那个人还是不松口是吧 那就从孟夫人叫入城 我要她的全部资料 总裁 她是你名义上的岳母 这样不合适吧 想哪儿说 我是让你调查她和车祸的关联 你们不扶我一下吗 那你让我们赔钱怎么办 唉 你想多了 你扶我一下行不行 哦 爷爷 你说你年纪已经不小了 咋还学人碰瓷呢 这是不对的 天哪 小朋友 你太可爱了 你叫什么名字 不对 我是 我不是碰瓷 我是摔倒的 不愧是我儿子 见过的都说可爱 老爷爷 你摔得这么明显 我有眼睛好不好 我就是一个老人家 摔倒了 需要你扶一下的 不行了你 录视频 妈咪 他夸你可爱啊 放心 妈咪有钱 不行妈咪 就算有钱也不能助长这种不正之风 不然会越来越放肆的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 小朋友 你说的太对了 就算再有钱 也不能助长这种不正之风 我们要坚决打击 一切捧场转向 走吧 咱们走 等等 好了 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其实 我是 齐叶的爷爷 小宝 跟我回咱们提起 齐家大院里 有很多的好玩的地方 还有大院子 还有城堡啊 你是齐叶的爷爷 齐叶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相信肯定是因为爷爷是碰球的 所以没说 谁说我是碰球的 我是第一毫门 齐氏集团的创始人 创始人的手下 齐家的门卫大爷 啊 所以 我们和夏管家才是邻居 不不不不是 你说什么呢 明明就是齐家的门卫大爷 你放心 瑶瑶呢 虽然家庭富裕 但她绝对不是贤贫爱富的人 相反 如果我们真的是齐家 她就不要了 不要 不要 那怎么行 我好不容易得到的孟州情孙呢 对爷爷 我们孟家不是贤贫爱富的人 哦 对对 我其实就是 那个门卫大爷 刚才我有那么小小的一点点虚 可是刚刚曾祖父 不是还邀请我们去齐家大院里面吗 哦 曾祖父呢 是想带你去他工作的地方看一看 但是那齐家他也没什么好玩的 要不就 算了 啊 不行 必须齐家 齐家大院 这是规矩 爹地和曾祖父一定有 太好了 小宝最喜欢虫宝盒花园了 小宝 来 咱们去 咱们家喽 齐家大院 啊 她今天为什么奋不顾身地去救我 因为喜欢上我了 不可能啊 她这种人 怎么可能会喜欢上过客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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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为什么 因为墙来了 吉野 等你的腿好了 我想把爷爷接过来 他年纪大了 该享福了 不用了 一定要 我们又不是养不起 就这么决定了 睡觉吧 我们昨天不是分开睡的吗 你怎么在这 我 这就睡在沙发呀 没这摇摇 别紧张呀 我愿意 不是 我是担心孩子 不会那么刚好 一击击中的 我是说小宝 想哪去了 再说 昨天什么都没发生 爹地妈咪 我和爷爷出去玩了 你们不用担心我 照顾好自己 你快看 他这是不是离家出走了 没事 可能就是出去玩吧 那没事 对了 医生不是让你做康复训练吗 我们开始吧 那个不用抱 扶我就行 行 腰还挺细 直啊 你们都不要客气啊 这些都可好吃了 爷爷 这是人家齐家的大厅 这不太合适吧 下官家也还站着呢 坐坐坐 下官家 你也坐 没事的 齐家人都不回来 你就拿这儿 当自己的家 那下官家呢 下官家跟爷爷 是好朋友 嗯 自己 下官家跟咱家关系这么好 你咋不早告诉我 我咋不知道下官家 这么重要呢 瑶瑶 你第一次上门 爷爷给你准备了 好多好多的礼物 这个镯子 是爷爷给你摇摇的 这个京香寓所 是给小宝的 等等你回去 你带给他 其实我还准备了 很多很多礼物 但是 这不是情况特殊吗 不不爷爷 这两个东西太贵重了 不能收 不贵重 不值钱呢 这两个东西起码过异 怎么可能不贵重了 其实 其实老爷子我 没钱 又不想丢人 爷爷 这虽然我们孟家 不是什么豪门贵族 真假 我还是分得清了 我也没办法 我看那些短剧 一般到这里 他们就信了 爷爷 我早跟您说过 哪怕我们跟 齐家关系再好 救过齐老的命 那也不能拿齐家东西 好好好 对 对对对 老爷子说了 把工作地点 要像家一样对待 这四舍五入 这齐家不就和咱家一样了 我以后再也不对员工 说这句话了 没事 下国家也拿 对 我也拿 说 难得啊 哥 你居然回来了 还带女人回来 对啊 我回来了 没什么事 你可以走了 我好不容易才回家 去哪啊 爷爷 你看哥 要跟我走 我 我也觉得你可以走 老爷子 你咋算连不认孙呢 下国家 去 给我倒杯 不合适吧 我是你家少爷 这有啥不合适 我 是 不承认 这 这 这 齐和不太正常 这么多年一直在 幻想自己是 齐家少爷 幻想 我可没幻想 我真是 哥是骑士的总裁 也认为你是 骑士的创始人啊 你真是 冰入高荒了 我们住在齐家 一方面是因为没钱 一方面是因为他 齐和 我 哎呀 我可怜的弟弟啊 我 我 石谷的爷爷 双王的父母 蜂猴的弟弟 还有破碎的他 我这该死的同情心啊 你放心 往后余生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这样吧 以后爷爷和弟弟 就过去跟我们一块住吧 不行 不行 这是我家 我去哪儿 我真是齐家二少 怎么没人信呢 哎你看 那是我们家全家福 那是我们家全家福啊 别信 嫂子信你 你就是齐家二少 嗯嗯嗯 嫂子说的是赞住 暂时过去跟我们一块住 嗯 我真是 是 你就是 哎 你对家人真好 连道具都准备好了 好了 大家一起来收拾一下东西 跟我一起去梦家吧 哎 不行 嗯 爷爷他 在这儿住习惯了 他肯定不愿意的 我不习惯 谁住在别人家能习惯 我一个人辛辛苦苦 把你们两个拉扯的 我老了老了 我还要再进行立下 我不能和我的曾孙子住在一起 我要和我的曾孙子住在一起 他愿意 啊 走啊 我的顺势好了 你 你是哪儿来的 你忘了 上次给你气的我要离家出走 那时候买的 哎 你就这点行李啊 连个行李箱都没有吗 你也太惨了 你放心 以后我一定会照顾好你和齐和的 嗨 没事 不用管齐和 他都多大人了 爷爷的意思是 在齐家 有助于他的病情 好好好 对对对 走走走 赶紧 别摸擦了 走走走 我哥今天带回来个女的 仔细调查一下 她应该就是我哥的软肋 就拿这个考验我 等我当上末世集团的董事长 今晚就暗计事业双丰双 怎么了 没事 进去吧 别着凉了 这是我作为集团董事长签下的第一单 也是梦氏集团最重要的一单 二十亿订单 真的假的 你该不会是为了当董事长糊弄我们吧 八姑 这第一呢 我已经是董事长了 第二呢 这上面有骑士的公章 保真 瑶瑶 你看你表哥对你多好 帮公司拿下了二十亿的订单 还签的是你的名字 你以后啊 可要好好辅佐你表哥 八姑你这意思 是想将这二十亿订单 记载我表哥要组名下 你表哥是家里唯一的男订 你以后被欺负了 靠你表哥帮你撑腰呢 我是靠他说个话的女吧 还是靠他身高168呀 169 不严谨 我是为你好 反正 合同在我手上 嗯 我刚刚进门的时候 做好流程了 你那个 是复印几 八姑 你说 修长城的时候 没有用到你的脸皮 真的是城墙的损失 哎呀 你这个枉恨服役的 长大了 就忘记你八姑对你的好 哎呀 你这个枉恨服役的 长大了 就忘记了你八姑对你的好 哎呀 哎呀 他八姑 你干什么呀 瑶瑶他没良心 一回来就非要当董事长 你看看 你看看 谁叫这女孩子当家呀 简直是逆反天杠 你这样 对得起老旺家的 列祖列宗嘛 今天我就要打电话 回老家 给你出名 哎呀 哎呀 意外 哎 那我就成开一本吧 就送我寄写 反正 这词堂也是我重新修建的 你这个打你不到的 你对得起你爸妈 辛辛苦苦一辈子 到头来 家产都成了别人的了 咋的呀八姑 你是我爸那人啊 我看我那表哥 比我还缺男人 你觉得给他就靠谱了 你 他不是我是啊 瑶瑶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你还年轻 董事长这个位置 你把握不住 相信我 我们吃过的盐 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难怪那么闲 我刚刚已经 把你们的样子给录下来 已经发给了表哥和表妹 我打算计划 继续同步给表哥的朋友和同事 还有表妹的同学 还有梦堂的社交圈 谁预许你发了 你撤回 家丑不可外扬 不知道啊 八姑 你终于舍得买镜子照自己了 你 大火全胜 小宝说男人要主动 你想干什么 无论如何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你们杀了我吧 动手工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翻开我干什么 翻开我 我只知道 他是梦家人 其他的我不知道了 戴这个面具 是 嗯 不行 我实在忍不住了 对 我要见小宝 立刻 马上 小少爷可能还在幼儿园 老爷 你要是想见他的话 咱直接去幼儿园不就好了吗 幼儿园这时候 不让我们家长进 你当幼儿园是我们家开的呀 可以是啊 什么 咱们可以直接收购幼儿园 反正咱家穷得只剩钱了 哎 对 说得好 收购幼儿园 立刻放假 遵命 小少爷知道了 一定很开心 您这是小少爷的神呢 小宝 你这是怎么了 今天也不知道谁收购了幼儿园 居然给我们放假 太过分了 我都不能好好学习了 有钱了不起啊 曾祖父 你说这种行为是不是很过分 完全不顾祖国发抖的成长 小宝 你想想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他是怕你累着了 有什么好累的 学习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吗 是 是很轻松的事 不愧是我的好孙子 算了 不浪费时间了 曾祖父 我们去找妈咪吧 哦 好 走走走 哎 那个是秦师的下管家 好像是啊 不可以 我怎么能对我的丈夫 挤歪心思 嗯 那丈夫 我挤什么心思都可以 齐燕 嗯 天梁 干什么 不 哎 白死了 不不正风修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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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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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瑶 墨水还没干呢 你要是没事呢 就看会电视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哎呀呀呀 爷爷带你去其他地方吧 姐姐的办公室好热闹啊 可不嘛 不该来的也来了 姐姐平时 就是这么对待自己客户的吗 我记得 这个客户好像是妹妹的吧 虽然我身为董事长 也有责任接待其他客户 妹妹 这是想把这个客户让给我 你想多了 只是想单纯的 给你个荣幸 让你为我服务一下 比如 跪下给我倒杯场 凭什么 凭你眼瞎还是凭你脸皮厚啊 我是雷氏的继承人 雷氏和第一集团的骑士 是有过深度合作的 而且我还给了你们一笔两千万的订单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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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 别好意思出来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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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凭吃两千万 打发要饭的 爷爷 骂到我们了 你是谁 少跟本少得死 做好了 说出来我怕吓死你 我这是骑士集团的创始人 听清楚了吗 没啥 爷爷 叫我小雷就好 难怪我对你一见如故 创始人的看门大眼 骑老的门位 门位 我就说嘛 看你不像什么好人 还冒充我偶像的爷爷 等着 你给我等着 你冒充能不能用点心 老人家 你才是老年人 你们全家都是老年人 明天之前 让雷尸彻底破产 你说破产就破产了 嘴炮战神 喂 不好了 其实可我们节约了 我们要破产了 什么 还没到明天了 雷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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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个的都不消停 刚打发了八姑和后妈 又来了梦堂 他们也为难你了 不用担心 有我在 但是什么 我现在巴不得再来两个亲戚 我觉得自己强的可怕 看来 我是时候出手了 走 走 走 快走 快走 来来来 快快快 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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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没有 好了没有 好了好了 快走 把这儿换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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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等我一下 哎哎哎哎哎这个这个这个嗯 对对对 这是祖传的血药 多放他 多放他 快走 快走 喂 妈 我没空 一会儿要去海星酒楼见客户呢 你放心 这次不行 还有下次 绝对不会让他好过的 好了不睡了 我先挂了 走走走 我们必须帮妈妈报仇 对 我们去跟踪她 走 吓死我了 你们两个要去干什么坏事啊 梦桃阿姨 又打算对付妈咪 所以我们想在梦桃阿姨 见客户的时候 进去捣乱 不行 为什么 你老婆被欺负了 你不知道反击吗 没有的男人 我的意思是 你们的方法太低级了 我有更好的办法 兵单 不知道 这就是你说的特殊 不是这样的 王总 欺人太甚 不是这样的王总 你听我解释 服务员 大哥 你看这一大早财神变成奥特曼了 还有我的发财术没有叶子了 爸爸 我谈了好久的歌户 直接冲走了 就留下一个鞋子了 有缘点 关键是初五赢财神 我败他 赢什么呀 迎接光 开门 开门 你又把谁捣乱 又把谁开门呢 大家都说完了吗 好了 官方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爸 我比较喜欢当正方 我没叫你当被告 就是看在我和小宝的爷孙情分上了 我想问一下 你们刚刚说这些 有证据吗 我今天调监控 坏了 那就是没有证据 你们在污蔑我们 对 诽谤 虽然没有证据 但事情却是真的 哥 你就说说 我这些年的表现 我能平白无辜冤枉瑶瑶吗 你能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谁呀 这是我那姐夫当门卫的爷爷 已经在咱们家住了好几天了 你们都没发现吗 亲家呀 亲什么家呀 哥 我们孟家不能认这种穷亲戚 诶 八姑 你这意思是想和我爸断绝关系啊 我在进孟家之前 当宝洁一个月五千呢 哦 齐家门卫一个月一万五 还带六响二斤 这么高啊 反正我们孟家不认 说出去 我们孟家有这种 当门卫的亲家 能不丢人吗 再说了 企业既然已经入赘 就应该和家里断绝关系 那我那表哥当保安 八姑你不是还觉得挺光的吗 那能一样吗 我儿子是保安队长 大领导 一个月三千呢 我一万五 无论现在大家都是什么职位 毕竟 大家现在都有孟氏的股份 算是孟氏的股东 和齐家 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人吧 那确实 比不上 我们也是担心小宝被带坏了 想想昨天那件事 就是 现在孩子还小 还不懂事 对对对 知道孩子还小不懂事 还有事没事就拿孩子说事 哥 老爸 贤贫爱富 确实不对 反正他是没有资格给小宝当赠祖父 老爷 确实不合适 当初瑶瑶匆忙嫁给齐燕 我就一直担心着 差不多得了 别逼我骂人啊 说谁呢你 瑶瑶 妈妈不是说你 只是知道 这门不当户不对的 我怕你受委屈 够了 谁说我们门们当户不对 下官家 下官家 皇之行动 启动 那边 下官家 老爷 家主 爷爷 行了 别装了 再装你的老婆孩子 真的都没有了 我摊牌了 我就是骑士集团的创始人 齐爷就是骑士集团的总裁 这些都是我送给孟瑶和小宝的礼物 从见面里到每年的生日礼物 爷爷 你什么时候准备这么周圈 我从隐藏身份的那天起 就开始准备了 就是为了今天装个逼 这几个演员请 他们是 我也是吗 齐爷明明是大胖子 减肥了 割罪了骑士集团 创始人 我鲜手不穷 爷爷是怎么说服他同事的 悠悠 我真的是齐爷 骑士集团总裁 对不起啊 你听我解释 你别说话 你先听我说 你一天能赚多少钱 一两个亿吧 我和你结婚这么久 出于一半 那不是很多钱 发财了 老公 你太好了 那有什么 你嫁到齐家 整个齐家都是你的 股权转让书 给你的彩礼 嫁到齐家 彩礼 爷爷 我不嫁 为啥呀 齐爷 哪里不好吗 啊 没事 我们家还有个备选 不是 不过 那个可能会更差 爷爷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能接受入罪 我不离开孟家 瑶瑶 爷爷很喜欢小宝和你啊 齐爷 作为我们齐家 齐氏集团的总裁 入罪 那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那我只能跟齐 爷 不同意入罪 而且是自愿的 哎 瑶瑶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齐氏是第一好门 那嫁入齐家 那是你的福气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 那这 我也接不住 是啊 亲家 刚刚瑶瑶不懂事 我们再帮你劝劝他 后妈 你什么时候去的四川啊 变脸这么溜 小贱人 你凭什么 行了 都别说了 我只接受入罪 我可以接受入罪 有你啥事 我作为小宝的亲生父亲 当然是来认儿子的 而且 我不是这么确认 能入罪 怎么样 爷爷 不厉害吧 直接给你变个大僧孙子 我想给你个大逼斗 我想给你个大逼斗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你是小宝的亲生父亲 姐姐 你倒是看一眼 要是不信 你还能在医院检查 这怎么每一步发展 都在我的意料之外呀 时间 地点 人物 事情发生的过程 啥 你说呢 还要我具体描述吗 哦 五年前 是一个漆黑的夜晚 大概凌晨两点 骑士酒店 其他的 还要我具体说吗 不用了 你个神渣 干嘛呀哥 你睡完人为什么不负责任 问题是他也没让我负责呀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我有个这么大的孩子 我这不是来负责了吗 梦瑶 我们结婚吧 不可能 我可以入坠 她是你嫂子 更是我孩子的母亲 她更是我孩子的母亲 够了 哎 亲家 不要生气嘛 多大的事 你看 这样 大家都不要争了 我让瑶瑶都瘦了 我们梦姐又不是养不起 好 我做主了 亲家 您放心 我以后会好好地对他们的 爸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我是梦家 也可以不是 我必卖 齐和 我们单独聊聊吧 就算你是小宝的亲生父亲 我也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更不会因为这个跟企业离婚 梦瑶 说话 别说那么绝 你可以不跟我结婚 但你必须要跟我哥离婚 你可以不为我考虑 也要为小宝考虑 别拿小宝说事 这件事情我已经调查过了 一般这种情况 孩子只会判给妈妈 我不和你抢抚养权 但你孩子的亲生父亲 是你现在的弟弟 这关系传出去 让小宝怎么活呀 我也不想拆散你俩 那 我作为孩子的父亲 不得不为小宝考虑 哎 嫂子 你娃好抽屉 你虽然失去了一个丈夫 但孩子得到一个父亲 闭嘴吧你 齐 我们离婚吧 莫瑶 我们回家吧 别以为你是我弟 我就不敢送你 以后没两周 你可以来看小宝一次 其余时间消失 瑶瑶 莫瑶 快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好吗 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 所以也曾经爱上过 曾经也同样无法吃饱 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 却找我别太假放弃他 把过去穿梭成一块钱 少爷这种醋活怎么能让你来干 我来吧 一样的笑 我们家都在不可 却被他转步抹杀 解不改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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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澎湃 不能再重来 不能相互以为就 让世界倒带 想忘掉所有的意见 变成了他的弱点 忽然能找到他 一夜着伤害不能避免 我还怕失恋 在哪个月底让我心思 为什么他失恋 痛苦那是我们 救命啦 在哪个月底让我心思 这下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儿别打电话 有事儿挂机 齐总已经打查到 和车货司机联系的 就是孟夫人 并且我们已经掌握到 足够的证据了 好的 我要去找瑶瑶 它会闪现吗 好酷 我也想学 爱情的力量 我们是不是解放了 对呀 耶 你是说 车货不是意外 是我那个后妈 一手策划的 是她 谁 当年我妈的死 就和这个人有关 我一直在调查 就是找不到证据 这么说 你妈的死 和孟夫人有关 根据我的调查 当时只有八姑在家 神证也是正确 可是八姑 是不会帮我的呀 我有办法 不管你是谁 我可是有练过的 这才多久 你就不认识我了 我不认识你 我平时单纯善良 懂礼貌 我也没有得罪过谁 你走吧 我是你嫂子 嫂子 回来干什么 眼有头斩有主 你找王丽一句吧 我什么都不知道 真的吗 真的 真的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说 我说 我当初看到王丽 往你被子里放东西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他会要你的命啊 那你就下来陪我吧 救命 老八 哥来救你了 高鞋在手 要么为我 哥 你啥时候换的位置 爸爸爸 是我 吓死我了 没事吧 我们跟八姑闹着玩呢 为什么瞒着我爸 体面打草惊蛇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 相信我爸 这件事和他没关系 我也相信他 但是你觉得爸爸 可以藏得住是吗 不能 鬼啊 现在的人胆子可真小啊 你胆子大 去个卫生间还需要人陪 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人陪了 瑶瑶 有我在你可以永远需要 吉 当齐何拿出何小宝的性子鉴定之后 我们之间就永远不可能了 偷情可以吗 你认真点 你不在乎 她只是我孩子的妈 又不是我媳妇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等等 我要跟你合作 哼 怎么 我为什么帮你对付我孩子的妈呀 不是帮我 而是帮你自己 小宝在其朗心里有多重要 想比你比我更清楚 现在小宝一点也不向着你 况且更重要的一点 只要将梦瑶击垮 你哥也就基本费了 他可是我哥呀 那也是你最讨厌的人了 你不是吗 你凭什么断定我讨厌我哥 因为我俩同病相连啊 他俩总在一块 合作一块 天哪 真是家门不幸啊 那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办 正是对外公开小宝的身份 彻底断了我哥的密切 不行 我得查清楚 你没事吧 你也太小看我了 这件事我早有心理准备了 不仅不难过 而且很开心 终于可以为我妈报仇了 那也得有人陪着你 不是吗 瑶瑶 怎么大清早地叫我们起床 有什么事不能晚点再说吗 就是啊 姐姐 人家还要睡美容觉呢 我想当众问一下我的后妈 为什么要害死我母亲 好 孟阳 你不要血口喷人好不好 瑶瑶 才怎么说你要 叫我一声后吧 你怎么能这么冤枉我呢 孟阳 你说这件事 你有证据吗 这就是你买药的证据 还有警察的检测报告 这个是我给夫人买的 安神的药啊 大家不知道的是 这还是一种秘方的药物 你在家里养殖米换植物 再加上这个药水 只为母亲精神失常自杀 你胡说 你有证据吗 八国就是人证 还有当初给你秘方的那个人 就是前段时间我出车祸的司机 他已经全部招工 你就是幕后主使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老爷 你求求我 老爷 我知道错了 老爷 这些年我在孟家没有功劳 也是有苦劳的呀 求求我 我知道错了 爸爸 妈妈只是一时糊涂 爸爸 姐姐 你再怎么说 我们也是一家人啊 姐姐 给我妈一个生路吧 好不好 那你想让我怎么做 我们是一家人 关起门来解决算了 如果不都爱生章 那再好不过了 那要不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算了 那是再好不过了 姐姐 姐姐 你生气打我骂我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也是为了梦氏着想 出现了这种丑闻 梦氏的骨架 一定会受到影响 到时候我们所有人 都会受到牵连 那可不行 闭嘴 我再说一遍 梦氏是我母亲的 至于你们想让我原谅那个女人 行啊 等我把你们在意的人一一杀害 你们再为了家族原谅我的时候 就原谅她 那就先从她开始吧 杀人犯法 我就先把她打半残就好 慢着 老爷 姚姚 怎么 你也要帮着她 对这种人 不值得 姐姐 答应我 不报警 不就是为了给我妈妈一个机会吗 姐姐 亲家 虽然我们是过错方 但你也不能骗我呀 说好的 小宝呢 幼儿园搞年学吧 我没拦住 亲家 您慢点 要不这样 我给你剪个头 表示歉意怎么样 坐坐坐坐 坐 你是不是怀疑DNA的证明是假的 然后齐和的毛发又拿不到 想着法子来拿我的 拿过去检查 是吧 这里都能猜得到 难怪 我看着姚姚有时候二愣二愣的 原来是遗传 姚姚 我收集到王力犯罪的证据了 发给我 我去准备一下 先这样我挂了 等等 我还有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说 发生什么事了 我想你了 我之所以准备在家里解决这件事 就是想让他怎么进来就怎么出去 我已经报警了 王女士 由于你涉嫌一起谋杀案 现在请跟我们到警局配合调查 等等 救我 救我啊 爸爸 我的妈妈已经受到惩罚了 就不要牵连无辜的人了吧 无辜的人 在场的所有人啊 如果这件事情泄露出去 梦氏骨架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我的妈妈已经受到惩罚了 没有必要再这样玉石俱焚 我看你是怕影响自己的名誉和温乏 我更害怕影响孟氏的安危 对啊 瑶瑶 堂堂说得对 要么就先忙着 姐姐 作为孟氏的董事者 要顾全大举办 行 不胜着 孟氏集团夫人王丽杀人抢老公 而她的女儿孟唐处心积虑惦惦记别人的财产 救她 不是我 不是我 别害我 孟杨 你不是说你不会胜着的吗 瑶瑶答应你 我可没答应 瑶瑶 我在 妈 我今天终于将凶手绳枝衣服 可是我为什么一点都不开心 妈 我好想你 我遇到了一个可以托付一辈子的人 可是我不能和他在一起 因为他的弟弟是小宝的爸爸 可是我真的好想和他在一起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瑶瑶 我已经和你说过了 我什么都没有办法给你 更不能和你扯上半点关系 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好的人 还有很多好的人 可无权你一个 可无权你一个 我爸 我弟还没托呢 这个家是很脏嘛 你要不停地打扫 是一段时间没成立了 早知道就不应该答应他回来收拾 就会打扫 现在要没人 我是会拒绝他吗 啥也不是 你看沙发上还有一层灰呢 要不要我来擦一遍 门在那边慢走不送 哦 再见 我 来 来 让哥好好看看你 喂 喂 夏官家 帮我调查一下当年 齐和和梦瑶那一晚的具体信息 还有 齐和在齐睡集团的所有账目 家主这是对二少爷心存怀疑 今天小宝跟我说 齐和和梦堂总还有联系 我怀疑没那么简单 怎么了 又回来了 刚刚有谁来过吗 怎么是你啊 不好意思 老板 私人住宅 闲人敏禁 我们怎么能算是闲人的关系呢 我们可是有一个孩子的关系啊 有皮快放没皮滚蛋 是这样 是这样 爷爷呢 特别喜欢小宝 想把他认回来 这次想借着寿宴的机会 来公开小宝的身份 来公开小宝的身份 小宝不去 我好歹是孩子的爸爸 你就算不尊重我的意见 你要尊重小宝 你要尊重小宝的意见啊 我的意见就是小宝的意见 嫂子 你当真不愿意 那我只能将我这孩子父亲的事公之于众啊 到时小宝是骑士的嫡孙还是孙生子 就全看嫂子了 嫂子 你当真要拒绝我 齐和你是不是有病啊 这是时间和地址 到时要不要出席 就看嫂子了 上次欠了一巴掌 这次补不上 听说这次是齐家失散多年的孩子回来 所以才大操大办 也不知道是哪个 亲家 爷爷 小宝呢 小宝说他上学来不了 让我带着他提前录制好的视频过来 爷爷 应该可以吧 当然当然 一切以小宝的意愿为重 各位 这次宴请各位到此 除了参加老头子我的寿宴 我更想给大家公布一件喜事 就是我们齐家 下一代的掌门人 回归 也就是说 我的曾孙小宝 回归了 而他的父亲就是 等等 亲家 你能否下来 有件事情想说 啥事 等会儿 等会儿告诉我 你 我看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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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你和孟堂在一起 我就觉得不对劲 再次检测 我们所有人 都会被你蒙在鼓里 齐和 小宝不是你的孩子 那是谁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设计这一切 五年前 骑士酒店 难道那晚是瑶瑶 我喜欢孟瑶 你少扯犊子了 在你见到瑶瑶之前 你根本就不认识她 她认不认识我 你怎么知道 我 我就是知道 孩子到底是谁的呢 我建议燃东塌面 这是两男抢一女 还是一夫一妻被发现了 就是 这到底什么情况 相信我 毕竟我 薄莱芷 好了 今天的重点 难道不是找小宝的 亲生父亲吗 齐和当时 了解的那么细致 那你肯定知道 我 我怎么知道 你女儿连她儿子的亲生父亲 是谁都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我请告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爷爷你看 我哥为了一个女人 要把我 别叫我 我竟想打你一拳 老爷啊 你看这大庭果肉重了 有啥事 咱们回家再打 你弟弟 他就活儿心中 玩笑过头了 爷爷 我看你是太不了解 我这个地理 家主 我已经掌握了 二少爷的所有证据 家主 我已经掌握了 二少爷的所有证据 这是二少爷 侵吞公款的所有证据 二少爷这些年 看着点儿郎当 其实一直在暗中 扩张市委 用的还是歧视的钱 还抢歧视的订单 到他公司名下 没有 爷爷 我没有 哥他诬略我 这是犯法的 你知不知道 凭什么 什么意思 凭什么 我不就像和我哥 一样做骑士的走财 从小到大 我们做同样的事情 为什么他做 你就赶着骄傲 而我 你就觉得丢人 我做错了什么 侵吞公款 别说了 你早点让我 做骑士的走财 我至于侵吞公款吗 你想要骑士 可以和我说呀 也未必不是不可以 你怎么不把骑士 早点让给我 你不过就 比我出车的早 怎么一切都是你的 混账话 我把骑士交给你哥 不是因为他年纪大 而是因为他有能力 支撑起我们骑家 救他 救他 一个见了女人 就昏头的恋爱脑 我想要的东西 我自己会拿 都给我往后退 别别别 我们不动手 不过 冤有头战有主 你们家的恩怨 干嘛要绑架 我们家瑶瑶啊 闭嘴 哥 快把骑士的股份 都给我 不然 我就杀了他 我们只是契约夫妻 你凭什么认为 骑业会为我倾家荡产 把我杀了也没用 你该不会不知道 我哥有多喜欢你吧 高中就一直暗恋你 一直到现在 为了你 岂月自己去死啊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认错人了 我跟你哥高中 根本不认识 他高中 是个大胖子 嗯 原来是你 原来是你 你俩当过不存在啊 再给你五分钟 把转转盒头给我牵了 不然我让他死 秦和 你快把梦游给我放开 爷爷 你找我什么急啊 无论我们谁上位 你不都是骑士的老爷子吗 骑士集团本来就是老子的 我跟你说 今天瑶瑶是出一点意外 我就把你赶出去 到时候 整个骑士 赶快问好事 我要你的命 哥哥谢谢你救了我 你没事 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这合着 我成透明的了 好了 差不多得了 那个爸 既然事情真相大白了 那我 停 经过了这么多事情 我也看开了 与其指望别人 不如依靠自己 这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但是 不包括我和小宝 爸 您开心就好 我现在 把梦氏的股份 全部给瑶瑶 也不需要什么 找人入资这些破规矩 瑶瑶 以后啊 咱就一个人独美 远离男人 不然 你会很不幸的 您的意思是 要把梦氏所有的股份 都给我 不管我结没结婚 都可以当梦氏的掌权人 这是我们家 所有的现金 都归你管 发财了 发财了 爸 你真不愧是我的气 爸 爸爸 密码是什么呀 你的生日啊 900616 这不是我的生日 你啥时候改的生日 你真有意思 听什么都是梦家的女儿 什么好处都是梦瑶的 你给我等着 我马上让你生不如死 一个董事的幼儿园学生 已经可以自己上学了 妈妈就是瞎担心 四小狗 处处和我作对 这次我要你好看 只要你在我手上 我看梦娘 还怎么嚣张 这里太显眼了 不宜久留 我们还是离开吧 等一下 我拍个照片 不然没有说服力 不能到了再拍吗 到了万一 凭借还击 他们认出来怎么办 你 师父 俺对不起你 俺连个孤主都不如 齐 不好了 小宝被绑架了 你看 我马上让你去调查 帮菲星星 不用查了 是梦堂 你怎么知道的 他用自己手机发给我的 刚刚你们说 谁被绑架了 小宝 什么 老夏 立刻发动骑士一切力量 把我孙子找回来 是 爷爷 你孙子可这儿 曾孙 曾孙子 老夏 别搞出太大动静 切记不要打草惊蛇 对对对 对了 瑶瑶 现在绑匪提什么条件 我们先满足他 确保小宝的安全 你放心 哪怕他们就是要金山银神 甚至整个海城 都没问题 其实现在还有两千亿的现金流 不够 我们还有普通产 爷爷爷 我知道你很着急 我也很感谢 但他们要的是整个梦事 太过分了 就是 我曾孙的这么不值钱吗 爷爷 打人不打脸 我的小宝现在 被虐待成啥样了 老大 你这也太厉害了 直接上网者了 小意思 对了老弟 你这趟打算要多少 这又不是什么秘密 我们打算要整个梦事 这太太多了吗 难道大哥不值这个家 这太少了 啊 这可是整个梦事啊 见识少了吧 我不仅是梦事的长孙 更是骑士集团总裁的儿子 你找我爹地呀 别说一个梦事了 十个梦事都没问题 真的 不过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个 说这话 你不是我小弟吗 再说 等你拿到钱把我放了 你给我一半当私房钱 回去我再罩着你 你也可以拿着钱 安安心心地玩 双赢 大哥 你也太好了 把号码给你 你打 喂你好 我是绑匪 要说是齐叶吗 你儿子在我手上 是齐叶吗 你儿子在我手上 赶快准备二十亿赎金 看不起谁呢 两百亿 两百亿 会不会太多了 好 我离开去准备 赶快 你儿子可等不了那么久 爸 救命 耶 刚刚绑匪打电话过来了 我们已经锁定了绑匪的方位 还不快去 小弟 你干嘛 现在人在外面 为了确保交易顺利 我们要留一手 老大 我们可是心来心 你不能背叛我呀 你要是不相信 我们现在就做 我都听你的 我先躲起来 你就站在那 然后等前到这 你再说出我的位置 反正我离你最近 你也可以迅速把我再绑了 行 就这样 别动 先叫鼠间后叫人 妈咪 小宝 你怎么这样 你不讲道义 你骗人 你讲道义 你绑架我 走 小宝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放心 妈妈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伤害你的人 瑶瑶 我有件事跟你说 我愿意 什么 文件啊 我还以为 以为什么 没什么 啥事你说吧 嗯 这是我和小宝的亲子鉴定 其实五年前那天晚上的人是我 但我被齐和下了药 才和你阴差阳错 有了小宝 这是真的吗 当然了 我相信你 缘分还真是奇妙 没想到你居然是小宝的父亲 而且我们从高中就认识 可是我刚刚才知道 现在知道也不晚 我们还有很漫长的人生 瑶瑶 我要郑重地对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啊 比小宝的身世还重要 我们应该不是什么失散多年的兄妹吧 嗯 孟阳女士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会 一生一世对你好 一辈子对你不离不弃 我愿意 哎 孟阳 你说那天晚上那个人是你 而且你从中学就开始喜欢我 那那天晚上那个女人要不是我的话 你还会找她吗 瑶瑶 我从来没有找过她 那你承认你是一个不负责任 提了裤子就跑的渣男了 我 瑶瑶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去找她 我也从来没有找过她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会对她负责负责她的生活 好好抚养小宝 但 我没找过她 我不管 反正我生气 怎么样你才能不生气吗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不成功 不成功 你最后来 你解决了 我 你 感谢观看